对,那么到这一步了,到这一步了,那么接下来呢,又到哪一步了呢,看好啊,这边的这一步,大家看起来,这个简单,对吧,我再写一个P,不就行了吗,我再写一个P,不就行了吗,对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大家讲,当你出现这种方式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写P,这是什么, 这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菜单,当你用dv加cs布局界面的时候,如果遇到菜单,如果遇到菜单,用什么标签,打击好啊,在网页,哎,不错啊,网页设计时,如果遇到类似菜单,一样的布局, 首选并不是一定啊,我们只能讲这里面并没有固定格式,首选什么,ul,对吧,li,聪明啊,不错,首选ul,li,对吧,那么有个想,老师的ul,li不就是一个类伪标签吗,没错,它就是类伪标签,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不考虑,我们先把它搞起来再讲, 我先把它复制一下啊,我们的机会时间,我就不第一个敲到文本了,大家不要看我们讲的慢啊,我给你,每一个地方呢,给你讲一遍,你就可以达到一页之迁就的效果,当我们把这个讲完以后,我们把这个讲完以后, 首选男装女装运动户外相包,这个讲完以后,这个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啊,这个一讲完,下面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复制一下,搞过来,对吧,首先我们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啊,p的下面,往这儿啊,有什么呢,用ul,li给扩起来,ul, 首先呢,是一对ul,无序列表,对吧,每一项呢,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li,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当你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把ul当作是一个大盒子,li当作大盒子里面的小盒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看好啊,一定要记住,对吧,网页布局, 你说是处处是核子,处处是核子,你要记住,它不是标签,它就是核子,现在你在摆核子,对吧,现在已经出现了四个核子了,从纵向排内,对吧,那么第五个核子,第四个核子,错了,出来了,对吧,不要先麻烦,我们是,一个个的击破, 下面呢,这也是li,对吧,那么呢,ctrl x,然后呢,li,ctrl x,手机V加,l2,后面呢,ctrl x,对吧,哎呦,还挺多呀,对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看好啊,现在呢,大盒子ul,对吧,里面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里面套了八个小盒子,对吧,套了八个小盒子,那么现在我们什么样式都没有给它设置, 我们先看,先看原生态的效果,先看原生态的效果,然后,首页R,重新载入,大家看到没有,原生态的,的确是U,L,L,R,无序类表,对吧,是纵向排内的,就是我们什么样式都没有加, 那么下面,我们要给它加样式,啊,加样式干嘛呢,看一下,下面我们要加的样式,要做哪些事情,我们来过一下啊,下面要加的样式,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对不对,把黑色的,原点,去,这要做第一件事情,等一下加样式,我一边写的,大家一边想这个样式该怎么加,第二步,它现在是什么,是纵向排内,核子是纵向排内, 对吧,对吧,纵向排内,然后变成什么,变成横向排内 这是第二步,我一边写大家想一想,会用什么样式规则来再定义,啊,哎,我们现在有同学已经在做提示了,啊,不错 那么这是第一步,那么下面一个,对不对,从,它现在位置在什么地方,位置是在我们,你好的下面,对吧,你好的下面,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从目前位置,对吧,目前位置,一到, 指定位置,对不对,它应该待在什么地方,应该待在这边,应该待在这个地方,但它现在在这个地方待着,对吧,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三个步骤完成,那么基本上,有LLI的东西就已经很清楚了,对吧,很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还一步步来走,先把原点去掉,我们这位同学说的非常好,啊,先把原点去掉, 那么所以说在我们上面,大家看一下,去掉原点,怎么去,对吧,LI标签,所有的LI标签,List,Style,Type,冒号,Nine,当前页面的所有的LI标签的,列表的样式的Type,都等于Nine, 等于Nine之后,会把什么东西呢,看好,重新载入,对吧,这一步,你还看到了,完成第一步,第二步,刚才说的,有什么,有纵向,看好,啊,让它什么呢,有纵向变成横向,对,不错, 那么,那么,我们小路同学讲的是FloatLeft,的确是这一行代码,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用FloatLeft,哎,还有FloatLeft,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啊,有意思了,那么大家可以,什么,现在可以压保了,我们到底赌谁赢,对吧,到底赌谁赢, 他们到那边,啊,飘移,对吧,飘移都出来了,哎呀,看起来这个,已经一份帮派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啊, 的确是用Float,首先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用Float,啊,我想跟大家讲用Float的原因,目前呢,这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盒子,从上往下排,那么说白了,也就是他们默认的排列方式,盒子,也就是说,每,盒子默认就是从上往下排的, 并且大家看一下,我们讲,盒子,其实就是块级标签,它后面不管有再多的空间,是不允许放其他元素的,不允许放其他元素,所以在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句话什么,有一句是什么话呢,大家看一下啊, 单个盒子,这里面是原理,单个盒子,无论大小,后面不允许再放其他元素,这句话只一评评,有八个盒子,你告诉我,哪一个盒子的宽度已经大的,后面再不能放其他元素, 比如说,购物车,后面到这个位置,是不是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后面有没有放其他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盒子的一个特点啊,单个盒子,无论大小,后面不允许再放其他元素,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需要干嘛呢,那现在等于说,我们需要放其他元素,需要放其他元素,那咋办, 我现在就想让你把,去结算这个盒子,放到购物车零件,这个盒子的后面,我现在就想把,去结算这个盒子,放到购物车零件,这个盒子后面,怎么办, 对吧,那等于说,两八座冰山,纵向排内,现在我要把八座冰山,重新调整方位,大家,你要想调整冰山的方位,你是不是首先要干嘛,就像我们同学讲的,先飘出来再讲,你首先要让冰山先飘移再讲,对吧,怎么飘移,就用flot, flot,的确是,让盒子飘起来的意思,那么到底是往左飘,还是往右飘呢,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了,方向飘错了也不好,对吧,那么说一说,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设置这个样式了,啊, 现在嘛,定号,特比克,特比克里面的什么,ul,啊,ul,ul里面的什么呢,l,八个li,八个盒子,干嘛呢, 对吧,飘移,flot,对吧,我们先左一下,往左飘,那么大家看一下,重新载入,对吧,首先你告诉我这个顺序是不是对的,购物车零件后面有个去结算,去结算后面有个订单,订单后面,啊,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购物车零件,去结算, 顺序是不是一样的,没错吧,我们把字体变小一点,对吧,放置,size,12像素,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重新刷新,重新载入, 看一下,对吧,大家看到了,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自己变小了,他们是不是之间还是爱的比较紧,爱的比较紧,那么我们要想,盒子和盒子之间有点距离怎么办呢, 对吧,那么我就先设置一下,盒子的,每一个盒子的宽度,对吧,每一个盒子的宽度,设成多少呢,15px,高度,设置行高吧, 行高多少呢,29px,对吧,我设置,直接设置高度,每个盒子的宽度,15,高度,29,并且里面的文字的高度,行高,也是29, 记住啊,这个height指的是什么呢,盒子本身的高度,这个lanheight是什么意思,指的是盒子里面的文本,文本的行高,文本的行高,那么因此,直接,重新载入,大家看一下,坑跌的事情出现了,太宽了好像,我们看一下啊, C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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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 每个盒子的宽度足够了 对吧 但是呢 盒子和盒子之间是不是有的时候距离过于宽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去单个设置每一个盒子的宽度 那么现在我们先不管的啊 我们先达到这个程度 我们先这个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大的方向是对的 大的方向是对的 对吧 那么有的讲老师我现在我想换成什么右浮动 大家看一下 把左浮动换成什么 换成右浮动 会出现什么情况 然后呢 重新再入 大家看到没有 右浮动 它真的倒是跑右边来了 但是你看看 这个菜单顺序 购物车零件应该在左边 但是呢 它跑到什么地方了 它跑到右边了 应该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你看看我们的跑到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右浮动 整体的位置到对了 但是里面的菜单位置不对 那么现在大家告诉我 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我右浮动以后呢 整整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里面的元素 顺序呢 给我们这个顺序 它又不对了 它又不对了 对吧 那么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对吧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哎 没错啊 看一下 聪明啊 如果能输入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已经生物领域的盒子模型了 对不对 让大家看一下 你别忘了 你八个盒子外面 是不是还有个大盒子的 你想让它整体向右移 整体向右移 你是不是这样做呢 整体向右 什么意思 就是让对外面的盒子 你向什么 向右幅度 你向右幅度就行了 那么里面的盒子呢 里面的八个盒子 向左看起 外面的大盒子 向右看起 里面的八个小盒子 向左看起 那么大盒子带着小盒子 跑右边去了 里面的八个小盒子 又重新排队了 众神归位 对吧 众神归位 没错 看好了啊 不再讲一遍 外面的ULO 带领八个小盒子 机体往右跑 所以说呢 flot right 那么里面的八个小盒子呢 又重新排队 机体向左看起 那么所以说呢 就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嗯 等一下 咱们不通知 哦 没保存啊 有信号 算是没保存 重新载入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对了 对吧 是不是对了 方向对了 这个也对了 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解决 我们就万事大吉了 他不应该出现在蓝色的盒子里面 他应该回到什么 上面 也就是说应该回到他的后面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办 大家看一下 对了 他应该回到这个的后面 这个的后面 对了 这个的后面该怎么办 想一想 想一想啊 不急 现在小宝已经开始有感觉了啊 这个班长啊 孩子飘移 飘移 哎 聪明 绝对定位 千万不要搞啊 千万不要加绝对定位 对 看好啊 记号我说的这句话 单个盒子无论大小 后面不允许再放其他元素 这句话 这个时候放在谁身上比较对位 放在P标签 这是P标签 现在P标签面临的一个问题 比较霸道 P标签也属于什么呢 盒子标签的一部分 属于括尔基标签 现在P标签独占一行 明显我们的这个盒子是被排下来了 我们的这个盒子 他为什么会出现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盒子会出现这个地方 是因为上面不让他去 记好了啊 为什么我们这个盒子出现的这个这个位置 是因为上面上不去 为什么上面上不去 是因为他 他独占一行 那么想让一个盒子的后面放其他元素怎么办 想让一个盒子的后面放其他元素怎么办 对想让他的后面放其他元素怎么办 当然是浮动谁浮动 他浮动 往左浮动还是往右浮动 你如果让这个盒子往左浮动 他还在这个位置 如果往右浮动 如果往右浮动 是不是就跑这来了 对吧 因此接下来 你只需要 怎么办呢 找到P标签 在他的样式后面 在他的样式后面 让他干嘛 向左看齐 飘起来 浮动起来 向左浮动 那么意味着P标签的后面就可以放什么呢 就可以放下UL了 UL向右浮动 说明UL在右边 P标签向左浮动 说明P标签在左边 这是不是正好 对吧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重新载入 没保存吗 看到没有 对吧 就是这么的easy 就是这么的easy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光我们讲的这 这么一点点的知识点 其实已经代表我们网页布局的 绝大部分的一些特性 绝大部分的一些特性 对吧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购物车零件后面是什么 是去结算 对吧 是去结算 那么现在呢 明显这个宽度有点是吧 有点太宽 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些文本 加一些处理 我们现在处理Li里面的文本 Li里面的文本 想让文本 想让文本 在盒子里面水平居中 加什么属性 想让文本 在盒子里面水平居中 加什么属性 大家看 我现在 Li里面的文本 明显是 明显是 我现在想让 盒子里面的文本 在盒子里面水平居中 垂直居中 用的是烂海的 水平居中有哪个属性 我再重复一遍 我现在想让 Li盒子里面的文本 对吧 相对于盒子 水平居中 水平居中 用哪个 样式属性 文本 Alan 对其方式 Center 这个时候 这个常见的属性 终于出来了 对吧 终于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重新载入 对 重新载入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比刚才 稍微顺畅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是 八个盒子的宽度 是一样的 那么呢 有些盒子的字体呢 比较少 它的宽度 是不是要窄一点呢 对吧 它的宽度 是不是要窄一点 对吧 它的宽度 是不是要窄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八个盒子的宽度 每一个的宽度 可以讲 都不是一样的 对吧 都不是一样的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尝试着 把70变成60 大插不插就可以了 也没必要 八个盒子 都在单独设置一下宽度 没有这个必要 哎 60 它还能承受 对吧 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了 那就这样 那么你如果想让它窄一点 你单独设置就可以了 单独设置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都需要什么处理的 这个字体变红色 刚才我们讲过了 我们在这里不再啰嗦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给去结算 加一个什么东西 去结算在哪 在这个地方 它的 背面是什么东西 红色的 红色的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看一下 红色的什么东西 看好啊 我们到细节的地方 往回走 图片给大家拿出来 去结算后面 应该给它放一个 按钮 背景图片按钮 或者换一张图片 放图片就很简单了 对吧 那么我现在放到图片吧 大家看好 我在 我把去结算换掉 里面放什么 img src 等于 选举图片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啊 我找不到图片 那么首先你应该干嘛呢 你应该把这些图片 img index 点右键复制 对吧 然后呢 网站 点右键 粘贴 把图片放到网站里面啊 是向对路径 这个时候再看 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cash 对吧 gif 看到没有 找他 对吧 找cash 然后这个时候呢 浏览 去结算 对 对 去结算 啊 去结算 那么有的老子 这个去结算怎么跑上面去了 对吧 我想让 什么呢 看一下 我想让这个图片 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该怎么办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 我们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把l里面 li里面 放一张图片 这样做 本身就不合理 本身就不合理 对吧 本身就不合理 怎么才合理啊 你不应该这样去设置 它是一张图片 应该作为盒子的背景色来走 盒子的背景色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 给这个li 起一个单独的 比如说 imaging 给它单独设定一个id 单独再加样式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你不要给它里面放你图片 而是什么呢 url 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 你不是个大 你应该把图片移过来 双眼耗眼不需要 看到没有 我给这个li加了一个背景图片 cache 它有什么区别呢 它有什么区别呢 看好 出现这种情况 什么原因 出现这种情况 什么原因 大家想一下 什么原因 背景图片 背景图片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 叫什么现象 看好了 我给li这个盒子 设置了一个背景图片 设置了一个背景图片 对吧 结果这个图片 现在这波拉药出了一堆 这种情况叫什么 叫什么情况 哎 看 不是扑平了 叫平铺了 对吧 叫平铺了 那么现在我不想平铺怎么办 我不想平铺 看好了 back ground 对了 repeat 设置一个属性 叫什么 no repeat no repeat 什么意思 repeat是平铺 no repeat 看好 重新载入 是不是不平铺了 对吧 那么有的时候讲 老师 你现在 是不平铺了 我们也看到了 但是呢 是不是跟刚才是一样的 是不是和刚才是一样的 我现在想让去结算这个图片 想往下一 想往右一 该怎么办 想让背景图片移动位置 我现在想让 背景 图片 移动 位置 你告诉我 我接下来 该何取何从 想让背景图片移动位置 位置 用什么单词 破雷形 因此 看好了 下面 back ground 破雷形 想让图片 向右移 10 像素 想让图片 下右移 向下移 5像素 然后 直接 重新 展入 有效果吧 对吧 向右移 移多了 好调步 7像素 对吧 再刷新一次 是不是就完美了 对吧 是不是就完美了 那么有的时候讲老师 我刚才 如果 在 Li 里面 放一个隐秘的标签 通过设置 配定值 也可以实现 是不是 这是我的一种 实现方式 把图片 设成背景图片 把图片 设成背景图片 那有的时候讲老师 我在那边还可以 放隐秘的标签 对吧 那么记好 我这种做法 和穿通做法 有什么不一样的 用 位移 偏移 这项技术 用位置 偏移 对吧 偏移 不会 改变 核子 不会改变 不一样 无比 这个比较坑 核子的大小 就好了 我这是改变了 并突变的方向 跟核子大小有关系吗 但是 你如果 但是 如果 用什么呢 用 拍的 就是 用 用 以美机 如果用以美机 看好 等下再讲 刚才的问题 如果用以美机 作为 核子的 核子的内容 那么 必然 要用到 什么呢 拍的 拍的 是什么东西 内变具 对吧 那么大家知道 用拍的 会 影响到 核子的 对吧 核子的 大小 用拍的 肯定会 影响到 核子的大小 对吧 核大小 那么刚才 有同学问到了 老师 那么 我链接放啊 比如我 我点这个去结算 它是一个链接 我链接放在什么地方 我链接放在什么地方 对吧 你可以用什么的热点 你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 直接在上面 写一个 文本 透明的文本 都可以 对吧 都可以 啊 有热点 是最好的 啊 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走 啊 接着往下走 大家看一下 这一步我们是不是已经over了 对吧 大家知道这个片移技术的优点 那么接着往下走 大家看一下啊 往后面走 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图片 我的V价 后面有一个下 向下的这个箭头 那么这个图片呢 请大家看一下 向下的箭头 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 也就是说 怎么这么坑爹 没错 就是你要把这个图标 夹在 我的V价的后面 怎么加 怎么加 对吧 你要把这个图标 夹在V价的后面 怎么加 对吧 这个时候是不是比较简单了 我的V价 大家看一下啊 我的V价 我们可以 我的V价 id v myv 对吧 我只做一个案例 就可以了 看好 同样 复制粘贴 c 背景图片 换成 特朴 menu icon.gif 哎呦 对吧 这个时候 顺速的看一下效果 闭着眼睛 我的V价 背景图片 是不是在我的左侧 对吧 在我的左侧 网右移 25 px 刷新 不够 50 重新载入 看到没有 想往下移 加到8 重新载入 对吧 重新载入 这个图片在我们这里面就是一个 配套 就是一个配套 对吧 就是一个配套 那么说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 图片位置的偏移 对吧 图片位置偏移 这个就要看美工给你什么 给你什么 你要 给你图片 你就用图片 给你的是图片加文字 就要用图片加文字 这种方式 对吧 这种方式来做 啊 这种方式来做 并且的话呢 它作为背景来出现的 因此 不会引到你盒子的整体布局 对吧 你这里面该怎么写 还怎么写 对吧 你这里面可以写A标签 A H R1 F 等于 警号 后面 这些 退后 Ctrl S 重新 载入 对吧 影响吗 对吧 最起码从布局来看 不影响 从布局来看 不影响 那么这个地方 你现在点不动了 这是背景图片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后面讲MVC 你就可以给他指定动态 指定东西了 这是一个静态的 这是我们讲 位置偏移的一个案例 对吧 一个案例 一个案 那么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我们等于说是 刚才重 把重点就放到什么地方了 就放到我们这个地方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我们 别看这一排东西 反而是最有含金量的 当你知道它是怎么布局的时候 你再看看下面这个 你感觉还很难吗 如果我现在让你布局 LOG 这个菜单栏 你告诉我 他的 是不是又容易多了 对吧 是不是又容易多了 所以在我们这里面 当然看着了 对吧 所以说那就是一页之千秋 对吧 一页之千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 我如果现在开始布局LOG 开始布局LOG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排 美工提供的素材 美工提供的素材 第一个 LOG 有一张图片 对吧 还有一个 你看了你就 无语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素材 这个 对吧 还有一个 这个 还有一个搜索 按钮 LOG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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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说白了 这一块 一张图片 两张图片 三张图片 四张图片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这一块布局 就是四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 我如何以最快的方式来布局的四张图片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理论课 那么呢 就到此结束 下面呢 就是说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如果让你布局 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 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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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布局 LOG 部分 怎么布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今天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理论课就讲到这 那么接下来 就是说 我们这个 十来分钟时间 十来分钟时间 我们就 就进入答一 大家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也可以问一些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答一时间 我们接下来内容的话呢 就放到 接下来内容就是明天讲 下面这些东西就简单了 这地方就是一个盒子 这地方就是一张图片 这地方也是一张张图片 你这个指定链接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地方还不简单吗 这个地方 你像这个 这些东西 你直接搞一个 有 L L 对吧 有 比如有20个 你搞10个20个 L 直接 Flood left 不就OK了吗 对吧 Flood left 就OK了 所以像这些东西 其实 我不讲了 你照会他 下面这些东西就 Easy 对吧 Easy的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问题的话呢 大家就问一下 兼容性问题的话呢 我们明天晚上会探讨 好吧 今天晚没时间了 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 这个Easy 马尔王还还讲不完 明晚 明晚会花时间 讲这个 会讲兼容性问题 明晚会讲兼容性问题 对吧 然后有问题就讲 这个看一下 那么如果让我布局这个log的话 我会怎么做呢 给大家写一下 首先呢 我会 有 L 我还有 我不用div了 对吧 他不就是四张图片吗 那么我里面就干嘛呢 我里面是 啊 那么在我这里面呢 原 嗯 你 搞错了啊 对 四张图片的话 我这一句就 U L 杠 U L 然后L I 杠 L I 是吧 四个嘛 你用四个L2 四个盒子 对吧 用Li 记录它几个特点 刚才我讲的那几个步骤 对吧 Flood Left Lun Hit Texel Lun 宽度和高度 还有什么呢 这些东西 记录浮动 还有 他的这种 其实 其实网页布局的话 几个难点 今天晚上我们都涉及到了 今天晚上的几个 这个几个难点 我们都涉及到了 对吧 都涉及到了 对 那么 明天晚上的话 第一个 明天晚上我们 首先这个是 会讲 DL DT DD 会讲这种布局方式 明天晚上首先会讲图文并茂 图文 并茂 茂 茂密 对吧 图文并茂 用什么呢 用这种方式来布局 所以这个是我们明天晚上会讲的一个 一个东西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还有就是说 样式文件 我们会用 会把什么呢 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内嵌样式 内嵌样式 明天晚上会把它变成什么呢 样式文件 对吧 好 明天晚上还会讲一个什么呢 样式的优先级 这是 这概念 讲得很快的 然后之后的话 我们讲什么呢 讲兼容性 啊 所以这是我们明天晚上课程的大致的一个 安排 对吧 大致的一个安排 大致的一个安排 所以这东西的话呢 相信 还是有实用的 还是有实用的 我相信你 听完这两个课之后呢 要比你多看两本书 啊 有些地方呢 要就是有一种这种 给大家算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学习方法 对吧 给大家教一种学习方法 网页布局的话呢 其实就是核子模型 对吧 你看到网页都就是万物结核子 我们知道是做实际下午变成是万物 结 对象 那么做网页设计的是什么呢 是万物 接什么 接核子 对吧 万物接核子 核子纵向排 你要想到横向排 你就干嘛呢 就float 对吧 绝对定位 我们一般只有在做特效的时候 才会绝对一下 一般计划不会绝对定位的 不会绝对定位的 另外呢 好好记好 你每个核子的尺寸 宽度和高度 一般都用美工来提供 做图片不是我们的强项 除非对吧 你有美工这方面的功底 那这样就另算了 对吧 你要是竞争做图片 你又会这个前端设计 那你还真牛叉 对还是牛叉 这个没得讲 对不对 没得讲 每个人的距离情况不一样 那么下面呢 大家看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我们先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明天晚上的话 还会有精彩 精彩继续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最近也有不少的这个新同学加入 另外一个给大家讲一个事情 也算是 给自己打广告吧 对吧 也算是给自己打广告 啊 看看 这个 啊 就是这个课程啊 就这个课程呢 是我自己刚上线的一个课程 讲师 闲针 闲针就是我 啊 这里面的 闲针 闲针就是我就是我 那么呢 这个这个课程的话呢 是一个 麦克风 那麦克风 我们有助于 你要是这个想借助这个过年的机会来充电的话呢 可以看看这道视频 甚至这个私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等于说吧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学生 那么呢你要是买了这道课程的话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给我讲 可以直接给我讲 一个主要是还是方便就业 这道课程本身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为了明年这个岛内的学员的就业问题 不管你是去做谁的开发还是做别的开发 最起码来讲的话呢 你提前做一个项目还是有好处的啊 还是有好处 只给大家讲一下 刚才是什么问题了呢 内联元素和外联元素 这个内联和外联的话呢 每个说上讲法都不一样 你这个内联和外联是不是 我感觉我们这里面啊 我我上考一般把元素发什么呢 发分成这个行几元素 行几元素 和什么呢 块几元素 那么你这个内联和外联 我只听过内联样式表和外联样式表 我倒没听过这个什么内联元素和外联元素 啊 元素的话呢 我上课一般都称为行几元素和块鱼元素 对吧 比如说这个A标签呢 啊 啊 什么死班呀 还有什么 也没机呀 它都属于什么行几元素 块鱼元素呢 什么DIV 对吧 还有什么URRI DLDT DT 那么都属于什么块鱼元素 都属于块鱼元素 那么接下来时间不多啊 大家再继续讨论一下 我看基本上都在线 有什么问题 讲一下 哎呀 活跃起来 活跃起来 剩最后几分钟 啊 我里马里 实验声明啊 这个 除了人民还跟我没关系 哈哈哈哈 不太这样的啊 大过年的 是吧 还是好好睡觉啊 过个突然年 这个学习是慢慢来的事情 啊 学习是慢慢来的事情 另外这个视频和相关资料的话呢 我们会上传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啊 对吧 以后这个群就是我们上课的群 之前那个群的话呢 啊 等于说跟你们已经没关系了啊 已经变成了技术交流群 对吧 就是不再提供这个受客服务了 之前那个群就不再提供受客服务了 啊 这个的话呢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布局的思想 那么一些对 首先给大家讲清楚啊 啊 第一个呢就是说 你 把标签回去之后呢 如果技术比较差的 一定要把标签 对不对 要默写 不要怕麻烦 其实他就那么多 默写几遍 对吧 就这么 比如说标签其实没多少个啊 没有多少个 默写几遍 而我们以后上课基本上都在做事做午 基本上都在做事做午 只是 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呢 我们会在本群通知的 所以你 灌入这个群就可以了啊 那么里面有我们的单单办主任 就是办主任 有什么透露情况 对吧 感情问题啊 心情不好啊 郁闷啊 那找笨论啊 你找我的话 我这种办法 骂你局没出息啊 然后样式 样式也是固定的 样式也是默写一下 他你来讲这个样式是不是无穷无尽的 他常用的就那么多样式啊 没有说是漫天遍野的乱飞 你常用的不用那几个吗 对吧 就那几个样式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默写一遍就OK了 对吧 啊 那就是 针对我们这个网页课程 就是把标签和样式 把标签和样式默写一下 把那默写回来就可以了 你我的课就听懂了 知道吗 所以说就是就是记 这个标签大概可以50个 常用的不到50个 样式的话呢 估计没有200个 对吧 那加起来你只要记录第一个单词就可以了 把他汉字意思也默写一下 把汉字意思默写一下 所以也就花你一个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只要把这两个东西默写一遍了 我相信你做样式是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我有照片 我有照片 你马里马里 给你们看一个我的工作照啊 这个就是本人 如假包换 看脸就行了啊 今天穿的比较寒散 我们后面会提供视频 我们希望每次上课到都有视频 所以说呢 方假期间是你充电的一个好机会 我只能这样讲 方假时间就是你充电的好机会 领导嘛 活这么大多岁数呢 领导可能做过好几回 就是没有高升啊 就是领一帮屌丝 哈哈 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就是尤其是新来的啊 新来的这个小伙伴们 我们后面上课 明天晚上有一次课 明天晚上是我们 这个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课 最后一次课 以后面就放假了 后面忙就放假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为了公平一点啊 因为 还是年后年后的话 还是正常上课 因为你们既然是这个群里面的人 那也就是享受VIP服务的人 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课程呢 讲到底 那么后面的话呢 会重点讲MVC啊 这些东西 但是在课堂上 可能讲的不是很 不是很全面啊 还是希望在阿泰就是说 有我们后面的话 争取做做做项目吧 看看啊 以前有课 以前讲的有课 可以找 哦 哦 回来找找我们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 呃 讲课的资料 会放到我们这个 网盘里面的啊 网盘里面的 老师教终视频 如果从装电脑 是不是不能用 能用 我们 我们这个课程的话呢 是免费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上这个课的话呢 是不加密的 你把从下载下来 已经到一定 你怎么就能播放了 我们现在的课程 跟你们买的课程不一样 我们上课的课程 你只要考虑就能服务了 不需要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密码啊 不需要机器码 网页下载的肯定是需要加密的 从网站上下去的肯定是要加密的 那是收费的课程 买的课程 你买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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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充装以后不能看了 那你就联系 我们北风网的 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你买了 或者电脑装了 或者是出现什么情况 不能看了 那你就及时和我们联系就可以了 对 就这么简单 来 接着讲接着讲 看看什么问题 呃 那个加密文件是直接保存在C盘的 啊 就好 这个加密文件是直接保存在C盘的 所以说呢 对于 对于我们的沙路软件 沙路软件来讲的话 就认为它是一个病毒 我们的加密文件 对于沙路软件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病毒 什么360 尤其是360根本就不认识 但是它不会破坏你电脑的啊 我们不是通过病毒加密的 不会破坏你电脑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用 我要不要吓一道跳 一打开这个北文网的视频 然后就提示我中毒 直接关掉 对吧 所以说你听课的时候 对吧 小潘有经验 听课的时候 直接关掉沙路软件 其实像一样的嘛 对吧 所以我们不是通过病毒来加密的 而是我们的加密文件 沙路软件不识别 啊 就这么简单 不错啊 等于说我们今天又 晚上又认识了不少新同学 非常开心啊 非常开心 课程表的话呢 明天办准啊 明天 这个已经在我们的 已经在我们的群资料里面了 课程表 课程表的话 有可能会在上课的过程 会做一些调整啊 所以说你还是继续关注我们的群就可以了 继续关注群就可以了 那么明年如果想急着找工作的啊 急着找工作的或者想让自己的技术呢 有一个很快的提升的 你就多关注下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VIP会员 会有一定的优惠啊 对于VIP会员会有一定的优惠 距离怎么优惠 我们群里面的总监 产品总监 封老师呢 到时候会给大家讲啊 到时候会给大家讲 好了吧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啊 谢谢大家的配合 真不容易啊 天寒地冻 这个具体情况 问丰老师啊 这个这个课程对我们是有优惠的 这个这个权利 只有我们的产品总监 丰委老师 就是你们现在的课程 丰委老师来决定 我只能透个信啊 我不全决定他优惠多少 实际是我讲的 但是呢 我没全决定啊 但是呢 就是说呃 如果以后你问这个 对这个课程相关的问题的话呢 啊 可以多给你回答一些问题 这倒是 我能做到的 哈 钱的事情不好讲啊 谈钱上感情啊 那行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啊 今天就到此结束啊 那我就下课了啊 下课了啊 我那课程是当网页编程 不是的 呃 网页也可以 这个CS程序也可以啊 就是Winform啊 WPF和网页都可以 这课程是既兼顾CS又兼顾BS的 这比较适合我们 就是不管你做做Winform 或者是CS开发 或者做网页开发都可以 都可以 那好我们 今天到此结束 既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明天啊 在群里面呢 继续接着吆喝啊 接着吆喝 因为我是 现在是本文文文文的 等于说是 算是就是内部员工啊 所以说呢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随时找到我 找到这个风老师 或者说我都可以啊 谢谢大家啊 谢谢 谢谢全国各地的朋友 啊 谢谢啊 拜拜 晚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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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